锅锅捕食猎春,结局有点意外,到底发生了什么,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康康养的一只白斑猎春,在之前视频中捕食过东亚前仙和樱桃蟑螂 取出饲养盒内的树皮 康康拿了一只铁皮锅锅,直接放入 这只锅锅腹部饱满,身上发亮,一看就很强壮 而白斑猎春对于锅锅的到来熟视无睹 锅锅慢慢地向白斑猎春靠近 锅锅凑到猎春跟前,他想干啥 锅锅张开牙齿却没有咬,这是在戏弄猎春吗 然后锅锅在盒子里疯狂走位 不知道是不是走累了,锅锅突然掉了下去 刚好掉到了猎春身边,锅锅抓住猎春就开始咬 靠近看一下,锅锅好像在咬猎春的脖子 猎春挣扎开来,突然猎春扑了上去 锅锅一脚踢开猎春,然后锅锅开始挣扎 慢慢地,锅锅就不动了,到底发生了啥 刚才的打斗,我们再回放一次 猎春扑了上去,对就是这里,我们慢镜头看一下 猎春的口气刺入了锅锅的脖子,然后锅锅一脚踢开猎春 锅锅应该是中毒了,他的几只爪子抱住了自己的脖子 猎春翻身起来 锅锅此时的活性特别低 在刚才的打斗中,猎春也身受重伤,他被锅锅咬了好一会儿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,毕竟猎春有毒,而锅锅没有 把锅锅扶起来,但是此刻他已经站不住了,猎春的毒性太强 最终,猎春用一条腿的代价,换取了这场胜利 锅锅此刻,基本上已经快不行了 大家好,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,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